快速产生中间的这个九指数码表 当然你们在范例档里面应该可以看到有个九指数码表 那或者是说没有的话没关系 你自己开一个新的工作表 那B栏到J栏就放1到9 A栏 A2一直到A10 也是放1到9 那我如果今天希望能够做出来效果是 上面的乘上左边的 等于它两个相乘的结果的一个公式的话 类似做出来类似像这样子 那我要用什么公式 可以做一次之后 我希望能够做一次 不是说每个都涂法练刚一个慢慢做 然后可以向下 向下的话是填满这个空点 向下空 然后再向右 也是填满这个空点 向右 应该知道吧 这个右下角也会有一个空点 那个空点的话就是什么呢 它会自动帮你什么 自动帮你增号 不过会有个问题 因为如果你特别注意 那个观念 就是说如果你今天假设是向下的空点 它会帮你把列号给增加 也就是说 如果第二列的话会变第三列 第三列会变第四列 这个是一个基本观念 那如果说你今天是这个空点向右的话 B栏会变C栏 C栏会变D栏 有没有一之类推 那如果说我今天 希望怎么样 向下填满的时候 那个什么呢 它的那个列号或者蓝号不要改变的话 那你势必怎么样 必须把某一个某一个部分给锁起来 如果你没有把它锁起来的话 比如说我现在向下填满 本来是B1的 因为它1要乘以1嘛 那如果你向下填满这个B1 它会怎么样 它会帮你增加 那增加之后你就会怎么样 就会变B2 然后就抓错位置了 对不对 所以要怎么样把它锁起来 我讲过 这个时候呢 B跟1 你就不能说很率性的 直接按一个F1 F4 我们F4不是会把两个都锁起来 那两个都锁起来的话 当然向下应该是OK的 可是如果你向右就不OK了 为什么 因为你向右之后 这个B要变成C C要变成D 可是你把B给锁起来了 那永远都指向B1 那不对 所以怎么样 你必须指锁单边 这个观念要特别注意 锁单边很重要 你不能说我两个都锁 那一样的道理就是说 我A啦 我向下填满的时候 我不能锁住它的裂号 但是我向右填满的时候 我的A栏还是必须保持在A栏 因为永远呢 有没有 都在A栏 所以A栏要锁起来 那同样的道理 最后你要怎么样 做一个公式 假如说我今天 但基本的观念这是完成的 我把它删掉 这基本观念是等于什么 等于上面的 层上 那层我们用and 串接一个什么 x好了 然后and and这个A2 然后再and 串接一个等号 因为我这边的话 需要给一个等号 然后再and and 两个相乘 上面 乘的话是一个 这个米字 然后再乘上 这个 这个是 按打勾 有没有 1乘1 等于1 可是我如果向下填满的话 应该会产生错误 为什么错呢 因为 B2 本来应该在B1的 它却向下填满了 对 那一样道理 如果你向右填满 那最后当然我希望 如果向下 OK 向右OK 你就必须在什么呢 这个公式上面 做一点事情 因为你如果在这个 这上面没有做一点事情的话 那 你就没有办法 一次完成 你就变成 必须一个一个慢慢 一个一个慢慢弄的话 你可能要做81次 那有没有办法 一次就完成 其实在那个 给各位那个网址 其实它就是用 go.gl 做出来的 那这个网址 除了会产生 QR Code之外 其他的好处 我也可以去观察 各位的那个学习情况 有没有 像这边的话 你们Total 点击了多少次数 这边会显示出来 然后呢 一个月里面 什么时间点 会点击次数最高 有没有 22个 然后这边就降下来了 对吧 这个是11月7号 这个是11月14号 21号 为什么 因为上课嘛 上课的话 你们才会连结 非上课的时间的话呢 比较大的高峰是 隔一天礼拜天 应该都没有人练习了 就放着了 剩两个 对吧 然后礼拜一 想到了 对 有点空档了 就来练习一下 八个 OK 所以基本上 从这个数字里面 也或多或少 可以看出 各位的学习的趋向 OK 这个资料还蛮妙的 我觉得因为 利用这个